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哈喽大家好我是杨茜茜 最近那个猪肉一涨价 那个鸡啊鸭啊前都跟着下起风 也跟着涨价 这不今天我又带了那个鱼网 来这个水团这里呢 往那个鱼 等那个猪价一降价呢 咱们再来吃那个猪肉 这里的鱼呢网多了 吃不完咱们晒干 好咱们现在开始拉网了 一百里的长网 走走走走 吓死我了 哼 别经过渔市 看到没有 那里种了一条黑鱼 应该不是黑鱼 好了 就到这里放可以的 咱们呢也不去赶它 现在我们就直接收 让大伙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鱼资源 到底有多好 现在我们从下面开始收上来 因为昨天在这里下了一场小雨 现在水有点 咱们直接收了 这么轻松有一条 你看这个数字太多了 咱们先把这个网收上去呢 然后一条一条的再拿出来点 这个网被撑得不住的 还有没有用 我烂了个洞 太多鱼了 你看已经收了五十米了 还有五十米 好沉 这条又被走了 刚刚这里这里有一条很大的 这后面呢就没有什么鱼了 因为这次呢是没有驱赶 所以 我看网的应该应该不算很多 刚刚收的时候 被走了好几条 好了 现在咱们就把这些网提上去 到那上面去掘的 哇 你看 这个网 被这些鱼撑的都不成样了 撑烂了 这里面没有太阳 你看 现在我们可以安心的在这里 捡鱼的 哇 好累 这个鱼撮干净 这条网费最大 把他长大 这个网 这个烂叶子太多了 回去咱们再慢慢捡 刚被跑了好几条 刚网的时候在上面 瞄下去看到有一条黑鱼 可能没有网得太紧 所以就被跑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鱼货 不多 也就只有四条 这四条呢 也勉强够我一家人吃了 勉强 好了 喜欢在外导演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按赞 这期的视频就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你看这一百米的网 伤痕累累 好了 回家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仔 前天晚上九点多 我上来 关鸽子的时候 看到那个黄鼠狼 在这上面 然后看到我 他就顺着那条管道 跑到后面的荔枝园去了 那天晚上呢 我就把灯打开了 看了一下鸽子 有一只鸽子呢 那个脖子被咬伤了 而且还是咬重伤 然后那个脖子都歪了 到现在有点不会飞 好了 现在我们就给他上点 那个消炎药 让我看一下 就是那下面那个出水口 就是顺着那个荔枝园那边去的 那黄鼠狼看到我 就往那个洞里面钻了 现在我们就把那只被咬伤的鸽子 拿出来清理一下 看到那个伤口觉得恶心的 小伙伴可以递开一下 这个镜头不要放得太眼 我怕恶心到大家 那这两天天气一热 然后他这个山口这里呢 就有点那个味道了 咱们现在先给他弄一点那个 红药水消炎的 你看这里面都有味道了 好恶心 噢 碰到他山口了 出血了 不小心弄得太重 把他山口又弄出血了 现在咱们给他弄点这个消炎的药粉 我都不知道怎么对付那些黄鼠狼啊 老是来偷吃鸽子 这个味道有点难闻啊 噢 好恶心 你看 这里都一块一块硬了 这一块都是被那个黄鼠狼咬的 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上来的话 估计这只鸽子已经没了 现在博主都歪了 放出去都不会飞了 咱们现在让他 多出来晒一下太阳 对这个山口呢 有好处 脖子歪了 你看 我超越来飞了 太阳了吧 太阳了 太阳了 快吃了 太阳了 转他他都没什么反应了 不灵活了 也不会飞 视频面前的小伙伴 如果你有什么方法治那个黄鼠狼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一下他们仔 我记得我六月份还是七月份的时候 也有一只鸽子也是被那个黄鼠狼咬伤那个脖子 形象跟这只差不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黄鼠狼怎么一咬鸽子就咬那个脖子 现在让他多晒一下 他让对那个伤口有好处 咱们把这些鸽子放出来 你看那个脖子一放出来 就往那边方向飞 还有这两个连宝 别看它那么大 中档不中用的 到现在还不下单 好了 视频面前的小伙伴 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治那个黄鼠狼的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给M仔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M仔的视频 请为M仔点个赞 好了 拜拜 拜拜